好 继续来看到吉安湘公所为了提供民众更安全友善的运动油气的空间 特别向交通部观光局申请补助经费 要提升花莲西出海口两坛自行车道扑面 并且也针对回南的广场周边设施进行改善 自行车道旁两侧的沙石堆的比人都还要高 但这些却不是人为故意堆制 而是长年累月遭海浪及强风所带来的 这个地点就在花莲西出海口的两坛自行车步道 吉安湘公所为了解决道路经常性击杀的问题 并提供民众更安全友善的油气空间 特别向交通部观光局申请补助经费 要提升自行车道扑面并针对回南广场周边设施进行改善 感谢交通部观光局挥助1140万 代表会全力支持360万自筹预算 让我们两坛自行车步道 在我们仁安东昌还有光华的海提的 这一段道路能够予以改善 在过去风雨甚至于夹带雨量的时候 就会让我们所有的行道都能被我们的土石来淹没 这是一个长期带来的问题 我们吉安湘公所克尽职责 系运用计划型补助经费 让我们在这次要用石龙基石 垫高所有的步道 让我们未来串联整个在木瓜西 整个的脚踏车步道 都能够是畅行无助 吉安湘公所将以石龙陆基点高步道路面 并在两侧增设直栽古沙绿化 用来改善海浪或强风夹带沙石的击沙问题 也稍缓即将波动的危险 而目前这项计划还在办理工程招标程序 预估工期需要180个日历天 最快在明年初就能够完成 记者徐立青吉安湘报导